麦迪入选了名人堂,在NBA这个地方从始到今诞生了很多伟大的球星,而NBA都是聚集了全世界最优秀的篮球运动员。 有的天赋依领,有的勤奋努力,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天才的球员都会取得成功,每一个球员的篮球生涯轨迹都不同,所以在很多的时候,球女和球星们在闲控之余也会脑洞打开,想想着要是谁跟谁组合,会不会取得更大的成就。 这部,在近日的节目采访中,当麦迪被问到最希望与那位球员成为队友时,麦迪的答案是奥尼尔,奥尼尔是麦迪的入选名人堂的推荐人,所以近期奥尼尔跟麦迪也是接触很多。 麦迪自然有利于奥尼尔谈天论地,把酒盐花了机会,麦迪在节目中还开启了玩笑,要是当初与奥尼尔搭档的是我,成就会比科比高,而奥尼尔也是大气的回应了麦迪的,如果我们联手,肯定不止三个冠军。 可惜的是时间不能重来,这只是一个遐想,我们不可否见的是麦迪的天赋确实比科比强得太多了,但是科比的努力是麦迪也无法科比的。 很多网友也纷纷的表示了,麦迪如果真的和奥尼尔联手也不会比科比与奥尼尔的成就高,或许是伤病的原因,麦迪的巅峰期太短了,而科比的生涯前期更是无比健康, 或许这只是一个玩笑话,是我们查办后的话题,所以我们也不用太较真。